雲林社區因為擔心炎熱的天氣來臨 廚房內冰箱無法滿足儲藏需求 恐影響長者飲食的衛生 所以日前也向先遠餐門而提出陳情 蔡議員相當重視也開立小型工程建一款 協助填購冷凍櫃設備 今天來回覆到雲林社區 雲林社區或是 稍後來這裡新的住宅也沒多久 在旧的那裡 我們已經盡量協助60幾萬 現在發生我的新的家在後面 廚房設備也很欠缺 尤其現在夏天要到 問號很煩惱說 我們四大千年多 一兩百的人在這裡用餐 萬一想我們的施案後問題 會造成說我們四大身體 會不健康 所以問號這家來跟我們雲林社區 來跟他們做一個 兩棟櫃的一個購買 雲林社區自從遷移到 中山市場內 許多設備的欠缺 都是仰賴仙遠蔡門兒的協助 社區幹部們也代表社區全體 感謝蔡議員對社區的關心 我代表雲林社區 用最感恩的心情感謝我們蔡門兒議員 一聽到社區的中部需要兩棟櫃 還有一些食物 還有冰凍 這裡的食安 這裡的安全 他特別的包款來幫我們倒三天 我們這點也謝謝蔡門兒議員 這麼關心長輩我們在此再次深深的感謝 也我們的長輩也會因為有這麼多的設備在食安安全 然後在盛心裡面讓我們快樂 仙遠蔡門兒認為 因為林林社區發展協會的用心經營 才讓長者獲得完善的照護 所以也感謝幹部們對社區的付出 感謝這裡所有我們的 張志明前議員以及我們林翠蘭理事長 所有帶領的團隊 這樣這裡所有的志工 萬一這樣來跟我們雲林社區這裡的事大來做一個協助 我們就特別感謝他們對社區的付出跟公圈 也感謝社區都可以萬一走出來 來社區這裡大家共同的來做一些學習 我想這就是我們社區最萬一看到的 在這裡我們就感謝大家到三天 議長何松楓肯定參與員服務社區的用心 相信在設備持續創實改善之後 長者來到林林社區活動 一定能夠更加方便舒適 記者如一凱竹山採訪報導